大家看一下这个水位这里啊 这个都已经长青苔了 证明这种高水位已经保持很久很久了 是不是 只有这种保持很久的水位它才会长出青苔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陶级公 今天武昌的一个朋友开公司了 他邀请我到他公司去看一下 现在我去他公司转转 朋友的公司开在武昌的红山区 那边是武汉大学最多的地方 武汉大学啊武汉理工大学都在那里 我真想去看一下他到底是公司是什么公司 这边是到了徐东大街 徐东大街 前面那个湖北能源大楼 我还买了他的股票的 15年股灾的时候亏死了 水果湖隧道 但是有点堵车啊 有点堵车 马上就到了熊楚道道附近 马房山一当好多好多朋友都清除吧 这里是宏达巷 这里是宏达巷 到了书城路啊 这条路叫书城路是因为附近有一个长江出版集团 我还记得当时是05年还是06年 那时候是十八九岁嘛 经常到那个长江出版集团里面看书 附近全部都是学校全部都是大学 我也是第一次来啊 不知道他在哪里 找了一圈啊 原来这是一个中和的办公写字楼 那是从这进去 这是这边比较繁华的一个写字楼 好久没来过这种写字楼里面 那个时候才毕业的时候出去打工 就是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种写字楼里面 已经好多年没有进过这种写字楼 现在所有的大学都没开学嘛 如果开学了之后 这里人会非常非常多的 好多都是大学生 好多这边的产业呢 都是给大学相挂钩的 比如说设计衣服的呀 卖给大学生啊 或者什么辅导就业啊 或者是辅导填志愿啊 这种各种各样的公司 朋友不在啊 我自己跑进来了 这是干啥的呀 这是绿木 这应该是个VR眼镜吧 鞋子放在桌上 难道他们是卖鞋子的吗 这应该叫匡威吧 这个鞋 这个鞋应该叫耐克 电脑开着在 这啥公司啊 这开的 这干嘛的 我先坐一下 坐下来等会儿朋友 这是干啥的公司啊 你这公司干啥 你就是在拍吗 对 坐着你现在呢 看是现在就拍视频了 你这还卖鞋吗 不卖鞋啊 这个主要是做首会 哦 拍那个首会的那个 创作过去 你手绘的创作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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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画那个VR啊 就是你给别人鞋子做装饰吗 给鞋子画上 就就就就相当于给手表做上那个 那个表盘做装饰一样的 手绘鞋没有见过 手绘鞋是吧 对 就手绘把别人鞋给别人做装饰 是吧 对 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放几个鞋 等会儿那哥们儿还会过来画呢 我说这是干啥呀 这绿幕加VR眼镜 这是拍VR游戏的 这是拍VR游戏的 把我VR绘画 在玩啥游戏呢 埃里克斯 SuperHot 等会儿你要不要体验一下 我不会玩 这简单 还有一段 切掉啊 直接把它切掉啊 直接切掉 切掉切掉 直接把耐克的标割下来 嗯 然后又捏着把那个给它提起来 这位小哥是哪个学校 古美的 现在呢这个小哥是 给鞋子做上手绘 就比如说 有些人他喜欢这双鞋 他喜欢自己的动漫人物可以绘画在上面 我觉得会手绘的人都是很心灵手巧啊 我连试都不敢试 我连试都没有信心去试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还是专业人做专业试 是的 你没看过他那个空间绘画的那个作品 那个空间绘画 只是真的是需要 对不光是绘画 还需要对立体空间有一个概念 就是在VR里面画吗 在VR里面画 我们直接 直接用这个东西画 对 直接用这个东西画 这不都是打枪的吗 打枪 打枪的 打枪的 不具备原创思维 打枪的 都是跟着别人设定的那个环节走 那个VR绘画是 所有东西都需要你自己去实现的一个场景 好 这就是玩玩游戏那个手柄是吧 对 一会我也要玩一下 玩了 这戴上就行了 然后 那边右边的下面游戏难度快来没有 Easy 容易 一般困难 点一遍 然后点play 这个要向上坎 向上 箭头是你坎的方向 哎 箭右错了 看错了 挂了啊 重来 好热 你玩一会就会看这里 你玩一会就会看这里 好热 好热 哎 好累啊 感觉还能强身健体啊 这个真的可以强身健体 第一次接触这种游戏 还蛮好玩的 我以前总是感觉这个虚拟的应当不会那么太真实吧 可是感觉特别真实 我给你调一个真实的领域 蛮好玩 还有玩的 真实的是吧 把这个游戏关掉 嗯 排棉 会让你觉得 这是隔汗的是吧 对 反了 奥奥的鼻子 你看不到吗 是CS是吧 嗯 CS的全身 半条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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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了 别紧张 别紧张 按这个 按 还玩不玩 不玩 不玩摘 把头盔摘下来就行了 恐怖吗 哇 我的感觉真的是 你这打的是最容易的 这个高的感觉真的好真实 真的太真实了 我从这边下去啊 拜拜 我送了 好 拜拜 等于说呢我朋友呢 他是在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售卖这种彩绘的手工鞋子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他来推广 这个一款游戏吧 那种游戏开发商 联系他 让他帮忙去做推广 好像就是做这两种事情 我之前对VR游戏一直 没有体验过 今天我体验了一下 哎呀感觉太真实了 特别是那种恐怖游戏 那种半条命二 玩的真的好好害怕呀 我现在心里还有 还是心有余悸 没有玩过VR游戏的 强烈推荐啊 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不错 他这套设备呢还是 四五年之前的设备 那个眼镜里面的分辨率呢是2K 如果是用现在最新的设备的话 分辨率可达到4K 或者是8K 那就更加逼真了 我又来到了一段降低啊 这段降低上面是一个高速路 降低下面呢就是长江 可以看得出来之前这段路就是 水位在最高的时候淹没过的 水湖路都涨到这个岸上了 这是以前的防洪大地的斜面 看到没有 它是以前是个斜面 现在水刚好跟这个路面是一般比 这个地方说是高压危险 不知道水里面有没有电 应当是没有电的 看水最高的时候都淹到这个路上面 路上面全部都是垃圾 对面有一个天桥 应该是过路里面的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这个地方是武汉的阳罗 阳罗 嗯 洪水跟昨天差不多 大家看一下那个台子 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还是一样啊 这个水位依然是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洪水流速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今天阳光很强力啊 好久没有这种好天气了 我得好好的晒一晒 去标尺那里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水位这里啊 这个都已经长青苔了 证明这种高水位已经保持很久很久了 是不是 只有这种保持很久的水位 它才会长出青苔来 我昨天说了 起码有一个月了吧 差不多啊 要不然也不会长出青苔来 这种这么大的太阳 然后这么高的洪水水位 真的是很少见了 应当是上游 再下雨或者是上游再泄洪 对不对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水位 看一下标尺这里 基本上看不出多少米了 因为是一个超高的水位 哎呦我不小心掉到水里面了啊 哎呀这是太光滑了 这长得有金苔 太光滑了 我刚才不小心滑了下去 哎呀 大家千万不要贸然的到江边来啊 看我裤子 哎呀痛死我了 痛死我了 哎呀摔得好疼啊 还把我吓一跳啊 我是会游泳的 我不怕掉到水里面去 这里还有一只青蛙 武汉话叫做壳马 这还有一只壳马 在那粘过去啊 太光了 看我跑到水里面去了 我的鞋已经湿了啊 沾了姜水 因为它长久保持这种高水位 所以才会导致长青苔 所以才会导致很滑 总之 今天的水位跟昨天差不多 差不多在28米4 四级左右 差不多28米45吧 还是一个非常高的水位 还是非常危险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